外传把宝来房子租给陈水扁的 就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一位 他是高雄一家知名的钢铁公司 也就是高新昌的负责人 叫做吕泰荣 那么他的姐姐呢是吕和林 那么姐弟两个人都跟绿营相当的交好 同时呢跟汉来帮成员 陈折南 侯西风都是有所交情的 那么据了解呢 吕和林买下了宝来的两户豪宅之后 他就立刻租给陈水扁家 因此现在也被特征组怀疑说 这根本是假租令真何销 扁家除了疑似用人头户洗钱 连住的宝来豪宅 都疑似是用人头户来假租人 真何销 而这个人头户很有可能就是扁家的房东 高雄知名的高新昌钢铁厂前监察人吕和林 那怎么会买宝来啊 宝来是 你说宝来是案件 宝来案件是我们那个董事长他们姐姐 他自己个人的理财 我们都不晓得 高新昌特地强调这纯粹是吕和林 个人理财的部分跟公司无关 目前宝来豪宅登记的屋主就是吕和林 他除了是高新昌钢铁公司前监察人 还是负责人吕太荣的姐姐 姐弟俩都跟绿营交情深厚 吕和林在96年11月买下宝来两户豪宅 交屋后立刻以每个月50万的价钱 出租给扁家 由于他贷款的银行 是扁家租有保险箱的国泰世华银行 被怀疑很有可能是扁家买屋的人头户 为什么把房子租给扁家 高新昌钢铁厂很低调 但根据了解 维正海派的高新昌负责人吕太荣 不到40岁就接下了高新昌的棒子 是汉来棒的成员之一 也因此和亲扁的前中纲董事长林文渊 前总统府秘书长陈泽南 和汉来董事长侯锡峰熟事 吕和林凭借着弟弟跟绿营的好交情 要成为扁家买屋的人头户 并不是不可能 昨天新闻刘一清高梦柔高新报道